婷婷姐姐,24节气中最后一个节气到了,是不是离春节不远了呀? 对呀,大寒是腊月的最后一个节气,虽然是农闲时节,但是大家都很忙哦,因为要大寒迎年,也就是这段时间各地都要开始做一系列活动来迎接新年。 比方说除尘,也有叫打尘的,就是指大扫除,加加刷墙,把旧的一年不好的东西通通给扫除掉。 那我也要打扫卫生迎接新年。 好呀,除了打扫卫生之外呢,很多地区还会有壶窗户的风俗,又称贴窗花,寓意着壶窗户换吉祥。 在饮食风俗上,我国南方地区在大寒有吃糯米的风俗,糯米因为热量很高啊,所以有极佳的预寒功效。 从冬至开始也有传统的一九一只鸡的习俗,也就是每隔九天吃上一只鸡进补,或者是喝上一碗热腾腾的鸡汤,用这样的方式来迎接新年。 你们家乡在大寒这一天都有哪些习俗呢?评论区分享一下吧。